03年邓肯这个算是单核 03年邓肯 因为03年的时候 马努吉诺比利 仅仅是新秀 场军应该是六分还七分 说白了边缘人 就是没有太多戏份 托尼帕克呢 二年级新星 已经出现了上升四头 但是你一个二年级新星 你说你跟蒂姆邓肯并驾齐取 那是不现实的 对不对 托尼帕克当年也就是场军十四五分 那你做不到说第二核心 甚至当年的托尼帕克 比11年独行侠队内的杰森特里位置要低 对不对 因为杰森特里当时火力 比03年的托尼帕克要高 所以03年蒂姆邓肯 可以说是戴上核 而且他一路走来呢 这个含金量城市 那也绝对不低 03年蒂姆邓肯面对独行侠 当时独行侠什么阵容 那时奋力 再加上诺维斯基 三驾马车嘛 而马车这边只有蒂姆邓肯独立支撑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其他的帮手层次 根本达不到独行侠 诺维斯基身边那两大护法 所以03年蒂姆邓肯呢 整个闯关的路径呢 丹河的审分一路过关斩将 所以怎么讲呢 这个那年的马车啊 这个蒂姆邓肯最终完成登顶 含金量十足这个过程当中还击败了胡人嘛 当时胡人OK组合 但是马车 蒂姆邓肯他都没聚 面对萨克尔奥尼尔也不太落入下风 对不对 靠着自己全面的进攻手段 因为当时联防已经合法化了 那蒂姆邓肯呢 相对来说受到的制约有限 而奥尼尔呢 有点脱离时代了 对不对 上一个属于你的规则体系一去不返 难以翻江倒海了 对不对 那年之后 萨克尔奥尼尔啊 他当第一核心无法正观了 这是现实 而蒂姆邓肯呢 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启 对不对 单核审分 他击败胡人 胡人也是OK组合 对不对 所以当时03年 蒂姆邓肯呢 整个这样一种夺怪路径啊 我认为啊 仅次于德克诺维斯基 2011年登顶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今日头条APP中搜索徐静宇 进入到我的个人主页当中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 我认为他在专栏页面下